一年一度人类史上的迁移奇观 也就是呢 这大陆的春运 在明天要正式的来登场了 40天之内 预计要运送的是29亿人次 交通运输也是一大挑战 但偏偏洞雨又来搅局了 华南还有西南地区 都笼罩在一整片的冰雪当中 恐怕会变成 春运要增添不少变数 寒流一波接一波 新一轮的冰雪天气 再度侵袭大陆华南和西南地区 贵州90%的面积遭大雪覆盖 25个县出现冻雨 大批羊群难耐低温 几乎全被冻死 在重庆主城区的蓬水 也到处是积雪 蔬菜来不及抢收 农民叫苦连天 冰雪天气不仅造成农业损失 铁路和客运业者也全都绷进神经 因为一年一度的春运 人类史上的迁移奇观 19号正式登场 不只怕冻雨角局天变数 返乡车票 一票难求 更是噩梦 售票窗口大排长龙 还有人带板凳来排队 这个女大学生排了四天四夜 只买到战票 必须站八个小时才能回家 珠三角今年 在这里的外来物供人员 总数是大约2550万人 而铁路今年能够承担往外运的呢 只有996万人 出外人外加百万学生 每年春节返乡只能各凭本事 像这辆从广东开到湖南的巴士 38人的车厢竟然塞进了80人 40天的春运 预计将有28.5亿人次 在大陆境内穿梭 而火车票一票难求的劳问题 至少要到2015年才会结束 中期新闻来校尾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